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元神4.6 封丹全宝箱让无神童 一条龙全收集旧日之海诺托斯区邪律上的永续是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 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 亚鲁斯之门 神童27 宝箱75 好,那我们这批来到了 亚鲁斯之门 正中间这个锚点 那到这里之后我们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长角边往下游 往下游这里能看到有一个怪物镇守的宝箱 旁边有一个定时炸弹 好,捡起定时炸弹把怪清一下 好,等我们切换怪之后来开启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我们往夹夹夹夹游 好,这里下面还是又是一波这个 怪我们来清一下 清一下 好,切换怪拿到这一个 普通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游过来 这里的话有一个摩拉堆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前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它在这里是循环游走的 那在它的尾巴这里 我们在它尾巴这里 切换一下这个交互键 交互键切换一下 我们来点按 点按 然后它要有一个休止符 休止符 休止符出来之后 在它的这个嘴巴里面 就加一个金子宝箱过来开启它 好,那我们拿到 先出来先出来啊 好,那我们拿到这一个宝箱 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球下方 我们先往上游一下 先往上游一下 好,往上游一下 好,在这边这一层啊 这一层这里有一个摩拉堆 拿到这一个摩拉堆 然后那里摩拉堆 然后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三角 对面 对面这里游过来 好,游过来在这边这个水草 很多的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摩拉堆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然后我们绕到这边的另一侧 另一侧这边有一个金子宝箱 直接靠近它 靠近它的话会出一些怪 我们把这一堆怪来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开启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再往我们的头顶上往上游啊 头顶上往上游 把石条转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这边我们来到这个 这个什么 回乡海螺 这边有回乡海螺 点击激活回乡海螺 然后把石条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我们游过来 这里有一个摩拉堆 好,那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然后把石条转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一游过来 左手边看 在这个缝里 这个夹缝里面啊 这里又是一个摩拉堆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一个大石头给它炸开 那炸开的话 里面又是一个摩拉堆 一只怪怪的背后是摩拉堆 好,那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我们先出来 好,那这边出来之后 我们再回到回乡海螺的 回乡海螺的地方啊 回到回乡海螺这里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回到回乡海螺这里 然后直接点击 七活回乡海螺 然后我们回头看 那在这边剩下的这个 它这个亮的这个 是它那个什么 帽 罗帽水母啊 接着我们跟着它这个 高光这边过来 罗帽水母点击该演奏了 那这一个 我们给大家送回去 好,这里出现两只怪给它清掉 好,把它送过来 好,这个到位 然后在我们 这个北方向啊 地图上方 这边游过来 偏东一点 北方向地图上方 偏东一点 这边游过来 在这个 这个凤里啊 这里又 又是一个 水母 给它点击该演奏了 好,那这个到位之后 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边游过来 在这里面 啊,这里 来点击该演奏了 好,给它送过去 好,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好,这样宝箱解锁 拿到是一个 珍贵的宝箱 那拿完这个宝箱 然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抬头 这里往上游 好,那在上面这里 这一层 这里有一个神童 拿到这一颗神童 拿完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回到 亚鲁斯之门 下方这一个锚链 好,回来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直接游过去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这边直接游过来 这里有个贝壳啊 把这贝壳给它敲开 好,敲开 这边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我们来做一下 好,调整完成 这个罗帽水母 它就醒了 醒了 我们点击该演奏了 然后跟着它走 好,那上面出现一个精致宝箱 游上来拿一下这个精致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游过来 在上面这里有一颗神童 这神童拿到 拿到之后 然后我们脚底下 这边有 一个罗 罗帽水母啊 这边把怪清一下 好,那清完怪之后过来 我们点击该演奏了 然后跟着这个水母走 好,现在上面又出现一个精致宝箱 我们再来拿一下这个精致宝箱 拿完这个精致宝箱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颗水母 过来 一起玩 这里是吃这个水威力 好,那水威力全部吃完 这边宝箱解锁 来拿到这一个华力宝箱 拿完了这个华力宝箱之后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南方向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在对面稍微高一点的那个平台 好,这里过来点击引出 那这里我们等四个,等四个全都出来 这边记得切换那个交互状态 好,那这样宝箱解锁 拿到这一个精致宝箱 拿完这个精致宝箱之后 我们再把它吃掉转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在对面有一个对面稍微低一点的位置 有一个贝壳 游过来 把这贝壳敲开 敲开里面一个普通宝箱 开启这样一个普通宝箱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往下游 往下游 再 交给它这个缝里面 这个缝里有一颗神筒 好,来拿到这一颗神筒 拿完这颗神筒之后 我们从我们左手边 从我们左手边的 这个位置绕过去 左边绕过来 一直绕过来 一直绕过来 这边能看到这里有个光标 贴着这个石柱 一直往右边绕 一直绕过来 这里有光标 跟着这个光标走 好,那我们再跟着光标走 好,这样的话出现三寸怪 请一讲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先出来 出来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游过来 稍微抬头 游过来这里一个怪物正水的宝箱 我们来请一讲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再把石脚转到 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从这边往对面游 那在这边这里 上面有个宝箱 下面有个神通 我们先拿神通 好,那拿到神通 然后再往上游 上来这边这个宝箱这里 这里的话我们上去把 我们上来把这边的这个 远海异种 就是三寸怪形调 好,那切换怪之后 过来点击该演奏了 把这个罗帽水母 来弄过来 这样宝箱就解锁了 好,来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精致宝箱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抬头看 抬头看 这里如果你看不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这个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 它就在这个路线 就在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这样来回游 好,就找一找 找一找它在哪里 然后来到它的尾巴的地方 同样是尾巴的地方 这边我们使用一下休止符 然后从它的嘴巴 嘴巴这边 拿到这一个精致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 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们直接在稍微低一点的位置 南方向地图下方 稍微低一点的位置便游过来 好,那这边 我们过来之后 把右手边的这个 右手边的这个 给它移动到最高处 好,最上面这个 然后左手边 这边游过来 这个移动到中间一个 好,这里移动到中间 这样的话宝箱解锁 开启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抬头 头顶上 头顶上 在这个 高一点的位置 这里有一颗神筒 拿到这颗神筒 拿到神筒之后 北方向地图上方 我们直接往上游 在最顶部 在最顶部 最顶部往上游 游一颗神筒 好,过来 好,这里我们拿到这颗神筒 然后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这边游 好,低一点的位置 稍微低一点的位置 这边游过来 在这个平台上 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然后东方向地图一边 我们先游出来 游出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 在交替假机 这边这个平台上 这里有一颗神筒 拿到这颗神筒 然后在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游过来 这里有 有怪 我们来把这里怪清掉 用三波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珍贵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好,我们这一啤酒到此结束 那现在我们 锚点还是12个 然后又有三个仙灵 75个宝箱 还有10个仙 在我们背包里面 现在是27个神筒 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批 再见